西体餐厅群聚在扩大 聚会中心15日公布新增6名本土个案 餐厅公读生两名同学以及一名同住家人确诊 另外还有三名顾客确诊 其中两位与案17630同天用餐 而且距离较近 但另一位是两天后才到餐厅用餐 也同样染疫 餐厅有三位的员工 加上两位的顾客确诊 这是昨天报告 那今天我们增加了三位 那这三位都是顾客 1月7号他们吃完 然后在1月9号 就是这17847 是在1月9号中午 在同餐厅里面用餐 那他也染疫了 联邦银行行员案17630 是日前确诊居服员的接触者 居服员是被淘机首推车 员工传染 职货中心表示 从病毒序列来看 的确相吻合 从机场这边 后续透过这个手推车 然后居服员 然后到这个银行的接触之后 再把这个病毒 透过用餐的方式 进到这个餐厅里头来 所以目前这整起 事件都是同一个序列 看到它的一个传播的力量 大概不要33天 就就往下一波走了 所以是一个非常快快速传染的病毒 而针对桃园机场群聚事件 聚会中线13日 针对高风险单位 裁检近2000人 14日针对一般员工 裁检6000多人 目前结果皆为阴性 陈时中表示 人会监测到1月22日 如果都没有阳性个案 就代表桃园机场基本上恢复安全性 新唐人雅特电视 林家伟 张文婷 台湾特别报道